哈喽大家好,我是杰斯宇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部电影 叫做《望角卡门》 那你也许没有听过这部电影 但是有一张图你肯定会见过 没错,这个万恶之源就是来自这部电影 如果你不太了解没有关系 我这边简短介绍一下 那这部电影呢就是刘德华、张学友、张曼玉跟万子良主演的 几部非常浪漫的黑帮剧 那这部电影呢是王家卫导演的处理作 所以在里面呢大家会看到很多王家卫风格的一些影子 那为什么说这个电影很浪漫呢 除了里面那条有点德国古科的爱情线 非常有王家卫风格的浪漫以外 我觉得更加浪漫的是里面的兄弟情 就是刘德华跟张学友之间 因为刘德华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黑社会里面的一个小混混大佬 然后张学友呢就是刘德华的小弟 但他就是那种典型的猪对容 就是日常坑华仔 整部电影基本上就是关于张学友信的那个乌云哥 他到处去传货 然后华仔就到处给他背锅的一个故事 就是一种黑帮浪漫 好那接下来这个视频呢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的一些经典台词 以及里面一些粤语的运用 那我们接下来先看一下乌云哥第一次传货的场景 我肥备的刀疤都比你的脚毛多 刀疤疤?我大哥只有一条 你有我切 你切吧 还没说完? 还在说开场白 说了几个小时还是开场白 别动了 别动了 猜不到又会这么爽手的 看个样子就知道我鱼头老趁底了 这么疼忧在这里 是够姜的神组动了你了 那就是啊 来世了 多谢大哥 最近看完这个第一个场景 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了 大佬跟小弟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区别 那华仔走出来之后呢 他就跟乌云说了一句 看个样子就知道我鱼头老趁底了 那什么叫鳄鱼头老趁底呢? 就是你表面上看起来像个鳄鱼 就是非常的凶猛、强悍 但实际上你的本质呢 是一个 老餐 老餐在粤语里面呢 就是一个很容易被人占便宜的人 我们还可以说 玩老餐 就是说 占便宜 或者是上当受骗了 这个词怎么用呢? 比如说 你要诚目一点啊 不要被人玩老餐啊 除了老餐呢 我们还可以说 玩棒 玩棒 就是别人当年是一个傻瓜 哇 你这个买这么贵 肯定被人换帮啦 接下来说 是够姜的 神祖动了你啦 够姜 那这样我们就 将还是劳得拉 这样的说法 所以说够姜 就是你够本事的话 够姜的神祖动了你啦 动了你 动 动就是动的意思 所以动你就是 早就动你了 早就打你了的意思 就是其实在这里动都不动啊 谁 动它 那如果我们说 动它 还可以演示到一个意思 就是开吃的意思 就是把那些饭菜都干掉的意思 厨房里 我煮了饭 另外 我买了几只杯 我知道不用多久 就会打烂了 所以我收了一只 到有一天你需要那只杯的时候 给个电话我 我会告诉你收到哪里的 拜拜 好 好了好了 王家为的情话要来了 非常经典 并且等级很高的情话 其实说了这么多 就是变相了跟对方说 记得打电话给我 那我们来分开解读一下 你们一些粤语的运用 我买了几只杯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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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买了 在粤语里面就表示了 就是我完成的这个动作 买了 这杯 就是买了一个杯子 那像我们平常 打招呼呼可以说 你吃了饭没有 吃了 饭没有 就吃过饭了 不用多久 就会打烂晒 晒呢 我们之前有讲过 它可以表示全部 打烂晒 就全都打爛了 那同樣拿食來主題子 吃完 吃完 就全部吃完了 接著我收埋了一隻 收埋 收埋 就長起來了 收埋了一隻 如果你需要的時候 給個電話我 給個電話我 給就是幾個意思 所以幾個電話我 給個電話我 Bye Bye 有什麼事再給電話我呢? 好 為什麼不遲致你找我? 因為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我不可以答應你什麼 如果我不是掛念你 我不會進來找你 因為我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我不可以答應你什麼 自己知道自己是 就是 有自知之明 自己心知入明 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自己知道自己是 怎麼有點繞 自己知道自己是 自己知道自己是 全都是嘻嘻嘻嘻的音 自己知道自己是 答應 答應 答應就是答應 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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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 你是嚇唬我啊 蛤?蛤? 現在是嚇我嗎? 我本來想一槍打掛你 打掛 掛就是死掉的意思 如果你說一個人他 變鹹魚了 也可以說掛了 就死掉了 掛 我一槍打死你的 走吧 說一聲謝謝烏鷹哥吧 謝謝…謝謝烏鷹哥 穿西裝打胎 拿大哥的電話有什麼用? 跟這樣的大哥 插鷹啊你 哈哈哈哈哈哈 跟著的講的大哥 插鷹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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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ain 為了隨時交流 大家不要說是我交的 隨時交流就是交流 那這裡連起來呢 我們就可以串成一句非常有氣勢的 很香港黑幫feel的話 你加大碗嗎? 嘖 動我一笨 就像一槍打掛來的 你耳屎啊你 叮 複雜時間 鱷魚頭 老襯底 老襯 找老襯 找笨 動 動 動你 動他 買了 買了 買了幾隻杯 打爛了 收埋 收埋 收埋了一隻 收埋在哪裏 給個電話我 自己知自己事 答應 大鵝 大鵝 瓜 左 壓死 壓死了你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月小教室 如果喜歡的話呢 別忘了點個贊 加個關注哦 不然的話 喔 不是 這樣 大概再 還是 記得